大家好,我是大太极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 准备出去练拳 广场上有一班学员 昨天是让他们练习的就太极了 一定要出去检查检查 和他们练得很好的一样 再的话你就不要往前跪太多 因为你跪了太多的话 你这个腰就撑不起来了 腰就撑不起来了 你看你跪了多 你看这个腰上一点劲都没有 走 一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你们继续往前走啊 我看一下 看这个步行啊 步行步八步 表现方向去走 斜方向四十五度去上 上步完了之后 你看这个脚尖它是向外的 向外 别弯弯弯那么多 也别这样扣着 别这样往挣前 你看你看膝盖的方向 你上步的方向不是斜方向四十五度吧 你的脚尖也是斜方向这样四十五度 这样扣走 你这边走这不就顺了吗 是吧 这是这是一个问题啊 另外一个问题 刚才这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没带上松沉 没带上松沉啊 就是 听了啊 是你听的了 是你听的啊 就是呢 我们刚才在组织的时候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松沉问题 就是你要往前上步的话 你看 你往前上步的必须有这么一个松沉 我想往前上步的 这么往下一沉 一沉这不就压出去了吗 这个松沉就是我们的山下矛盾式 我们做这个山下矛盾式干啥呢 你看山下矛盾式 这山下矛盾式 山下矛盾式 就是你就是让你往这里边套了 山下矛盾式你沉好和好了 往前一上 这个就清了 就往前能松的过来 然后再往下一沉 这缝完一沉这不就出去了 一定要把这个松沉带上啊 现在是早晨七点半和练成回来了 今天早晨呢 跟大家练的是这个基本功 所以今天呢 练习基本功很重要 我们下一周呢 我们准备上直播 直播教学 我是蔡集权 大家打关注我 打关注炒饭